因此在於我們海商法上如果沒有特別約定的話 就由第五條去準用明法的184的一項前段 或者是185條共同侵權行為囉 因為本質上是侵權行為嘛 所以在適用上面海商法第五條去準用明法的184的一項前段 如果兩艘船以上就是有185等等的行為 因為它主要是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 那如果你要用到海商法以外的條文切記 就一定要有海商法第五條一個架條條款 船舶碰撞這一張主要分成三個條文 第一個條文就是不可抗力 所謂的不可抗力可能是一個天災 可能是因為戰亂的情況 造成了這兩艘船碰撞的情形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辦法規則於雙方的程度 那這時候死海賠償責任應該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釐清 再根據我們的95條 那96條的部分呢 它有特別的說明說 如果是一方有過失 而這過失的部分呢 他方是無過失的情況之下 那造成了對方的船舶發生了物品的毀損 或者是人員的傷亡的時候呢 就有所區分 所以這是一方有過失的狀況 97條它比較特別的是 雙方都有過失 但是呢可能比例相同 比例不相同 可能是一方 30 70 也有可能是 5050的比例 都有可能 5050的比例就是 大家各付一半的責任嘛 都有可能 所謂有過失的比例呢 依照現行海商法97條 分成兩種死海賠償的解決方式 第一種是分割責任制 等一下我們會根據這個分割責任制 還有連帶責任的部分 跟各位同學做區分 所謂的分割責任制呢 我們通常是在於誤損的部分 這是一個方式 連帶責任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於人員的傷亡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條文 959697它在講什麼 第一個我們先看 船舶碰撞的定義喔 船舶碰撞是兩艘或兩艘船以上 在海上或與海鄉通來 海鄉與海鄉通旁邊 就是寫大海鄉的海嘛 這不一定是海上啊 如果是河道但與海中相連結 就必須包含在內 是一方或雙方發生了損害 來損害圈起來旁邊寫 人傷或物損都包含在內喔 好 船舶碰撞的效果跟責任分成三種 第一種不可抗力嘛 旁邊就寫天災人禍 不可規則於雙方 第二點的部分 可規則一方的過失 96條 船舶碰撞是因為一方船舶的過失所致 由該船舶負責任 來旁邊寫負全責 因為就只有一方有過失嘛 好 第三點 共同過失所致的碰撞 來97條我們這邊來看 碰撞之各船舶有共同過失的時候 共同過失劃線 比例不確定 所以呢 依照程度依比例負責 不能判斷其輕重的時候呢 各方平均負擔賠償責任 來依比例負責的部分劃線 等一下我們會來教說 到底要怎麼樣用比例負責 第二點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翻開講義第四頁 有過失的各船舶 因為死亡或者是傷害所生的損害 負連帶責任 死亡跟傷害旁邊劃線 旁邊寫人 所以如果是人的部分的話 應該要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所以我們可以從97條的 一項跟二項的部分分成 人的損害跟物的傷害 人的損害的部分呢 就分割責任制 也就是根據他的比例上面 去做為一個區分 那如果人的部分呢 就負擔連帶賠償責任 還記得嗎 連帶賠償責任 會有內部責任 跟外部責任的部分 也就是如果人身傷亡 被害人的那部分 可以跟他方的傳播 去請求一部全部 同時先時的請求權 內部當然還有損害賠償的額度 可以去做區分嘛 好 現在觀念的釐清的部分 老師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跟各位同學去做介紹 他順便來介紹什麼叫做 單一責任跟交叉責任制 寫在下面框框的部分 封面對交叉責任 但是稍微有一些 非常有靠一點 現在只要在台灣 他本身對無論如何 剛好 這次才有個版本 可奠償責任 全然是一直 Ca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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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